狂走光的動作 叫做 女生幫男生剝筷子 就好比男生去幫女生剝蝦 那是非常有魅力的 下半輩子就當一條安全帶 現在我非常確定 我們的男粉絲就是非常變態 很多人都說女追男隔成沙 但你隔的偏偏是夾沙 你喜歡的男人都跟出家的一樣 心如止水不動如山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你哪個時候最可愛 你不要以為男生都很膚淺 只注重外表 雖然這樣也是沒講錯 但是其實有時候女生一個 不經意的小動作 就會讓男生怦然心動 我們在IG上面 去訪問了2000位男生的大數據 票選出來很多女生不知道 但是男生卻哈到死的動作 來男人最心動 第10名叫什麼 脫塞是不是 來網友們的理由是 學生時期 看到在旁邊打瞌睡的女同學 睡眼輕鬆可愛到犯規 還有人說 想讓人咬一口擠出來的嘴邊肉 蛤像這樣子的動作 男生為什麼覺得可愛咧 我猜你們99%的女生絕對都不懂 不過我來分析看看 就是這可能會給男生一種 你很清純很可愛的感覺 尤其你邊拖著塞 邊睜開水汪汪的大眼睛 專注的聽他講話 好想喔 你直接滿足了男生渴望被崇拜的自信心 所以第10名脫塞 你不要一聽完 開始走到哪 拖到哪 人家要不是以為你要漏的 要嘛就是太做作啦 再來我們看 男人最心動第9名 尷尬小迷糊 好網友說 女生不知所措滿臉通紅 就是一種反差萌 啊幹什麼你們男生 啊還有說 一看到睡過頭遲到頭髮亂翹 我也亂翹了 來現在我非常確定 我們的男粉絲就是非常變態 但是喔這個 小尷尬小迷糊 跟你們講 是男生非常難招架的 有些女生啊 說話打扮動作都很完美 你反而是啊 跟男生有距離感 相反的 你有一點小缺陷小錯誤 反而會讓男生覺得 好親近好興奮 很加分 再來第8名喔 男人最心動第8名 彎腰石遮衣服領口 什麼意思這個 女生要夾菜要幹嘛 那時候擋一下啦 這個動作很性感嗎 我們看網友怎麼說 倒不是故意要看啦 只是她一折我反而會害羞 我知道這個感覺 也有人說 女生行為越得體 反而我內心超dirty 所以你們這樣一講 我好像也有這個感覺 就是女生有一種 防走光的動作 它是一種蠻優雅蠻性感的 叫做端莊中又充滿遮想 真的喔 這一種啊 我反而會覺得 比起那種大莫特露的 還更有感覺 頂隱約約端莊中遮羞 那個是還非常遮想的 真的啊 會讓我好像也是忍不住 焦羞極 再來啊 男人最心動第7名是什麼 借用身上的東西 網友說 暈爆 它用我的貼身物品整個曖昧到不行 這個是間接擁抱吧 光想的都受不了了 網友這樣說 還有說 他為什麼跟我借 該不會是喜歡我吧 對 這個就是男人白癡腦袋裡面的OS 不過真的是這樣喔 天氣一冷啊 你跟男生 借個外套 借個圍巾 約會時啊 你戴著他的手鍊配件 沾到一點點香水味啊 那個對男生來說 絕對就是必殺技 我跟你說 如果他回家沒有拿來聞 小黑的頭給你拿來當皮球第一 不是啊 我就問你 曖昧的女生如果穿過外套 你會聞嗎 聞爆 所以囉 女生們你們一定要記好喔 光這一招啊 就能拉近臉門的距離 創造你們很親密的錯覺 再來 男人最心動第6招 上台報告或表演時 專注專業的樣子 網友怎麼說 認真的時候 極美麗與帥氣與一聲 沒錯 女生眼睛閃爍著心心 好感度絕對滿分 真的啦 不只認真工作的男人最帥 連女生自信滿滿 也是讓男生神魂顛倒 所以啊 女孩們在職場上 專業上 儘管釋放你們的魅力吧 再來 男人最心動第5名 包包背帶或安全帶 放在胸部之間 很厲害 你們這樣都想得出來 好來看看網友怎麼說 之前學姐這樣 我眼睛都不知道放哪 我要多基因的下半輩子 就當一條安全帶 你們這些人怎麼變態成這樣啊 啊 你下輩子投胎 真的會變安全帶 但是是館長的喔 好啦這個動作啊 老大猜想啦 男生本身就是一種 很容易自己進入到幻想的生物 即使你是啊 穿著高領毛衣 包得密不透風 但是這樣做 那個形狀的顯現啊 還是會讓男生啊 身陷其中 這個就好比說啊 一個男生全弱啊 女生可能不愛 但是反而在合身的襯衫底下 顯露出肌肉的雲襯 那就會讓你更喜歡啦 差不多的意思 男人心動第4名 幫男生剝筷子 網友這樣說 不用多說了 我們現在就登記吧 不娶回家 對不起 你也煮你也走 有那麼誇張嗎 再來 母性爆發的瞬間 不過這一個點啊 嚴格說起來 貼心這種事情啊 不論對男對女都是啊 大家超愛 女生幫男生剝筷子 就好比男生去幫女生剝蝦 那是非常有魅力的 其實不只是男女之間 其實一群人出去吃飯啊 你會幫大家拿餐具 倒飲料 飯後還會 順手遞上紙巾的人 這種人啊 人緣鐵定很好 別人會對你 留下深深的印象 再來啊 男人最心動 第三名 綁馬尾的動作 這個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喔 網友怎麼說 來每一個男人 都有一個沈家儀 直接回到初戀 的確 這個其實這個動作 我很愛你知道嗎 女生啊 撩起頭髮 這邊咬著一個袋子 然後這樣子綁著這個瞬間 哇塞 完全就是心動密碼 我剛剛這樣是不是很醜 但是我告訴你 女生綁很美 你這樣子的時候啊 可能還有一些肩頸的線條 還有一些手骨 再來法病這些鬚鬚 MAGIC 這個就是神奇的魔力 你們女生是不是真的搞不懂 我們男生在想什麼 沒關係 下一個還有更奇怪的 男人心動第二名喔 女生靠近講巧巧話 網友怎麼說 突然拉近距離 心臟直接揍停 喔這也是很誇張 熱氣噴在耳朵 麻麻癢癢的 我真的好舒麻 哎唷 他靠近的那個瞬間 我連小孩名字都想好了 啊有沒有這麼誇張 還真的有 不是啦真的 男生還沒有防備的時候 女生直接來靠近 這樣近距離的接觸齁 聲音還輕輕柔柔的帶著氣音 還飄過來一絲的髮箱 跟你講那一刻啊 對男生來說 彷彿時間是暫停的 沉浸在兩個人的世界 分享屬於你們的秘密 啊我不騙你 這個直接是通血到爆 啊我說耳朵啦 好 來我們要來看第一名喔 男人心動第一名 居然是 記住男生的喜好 哎唷光這一點 你不要再說 男生很膚淺喔 像是 去買個飲料喔 不用男生自己說 你就記得 他愛喝烏龍綠半糖掃冰 或者是 他喜歡吃豬血糕 就是不要加香菜 總之啊 諸如此類的 你記得他的喜好 絕對就是從零分 直接跳到一百啦 原地可以啊 贏取 因為男人這種生物 他看似很獨立 但是啊 還是需要有人 關心他內心脆弱的一面 所以啊 只要一被你記住 我個人的喜好啊 男生就會瞬間有一種啊 被照顧 被在乎的感覺 這種叫做 要咬油乾米的時刻 他怎麼能不心動呢 好啦 以上就是啊 老大幫大家 票選出來 女生喔 自己不知道 但是男生很愛你的 十個動作 有些啊 你笑一笑就好 有一些事可以參考 揣摩一下 如果啊 你有心儀的對象 那老大建議你 不要只是傻傻的暗戀 勇敢主動出擊 巧妙的利用一些動作 也是非常加分的哦